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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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的话是传统应用 第二类的话是原原生应用 第三类的话是上市合作伙伴应用 那么也显而易见就是说很容易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数据的交互方式可以化分为两类 第一类的话就是同一类型的应用之间的数据交互 第二类的话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应用之间的数据交互 了解了数据的交互方式之后 我想就是说原原生背景下它的数据流转 其实也就是说数据的交互 那就是说数据流转它面临的问题 跟我们这里描述的数据的交互方式中 它可能存在的问题其实类似的 也就是说数据交互它可能面临什么问题 那么在我们的原原生背景下 数据的流转它也同样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原原生背景下数据流转的挑战的话 就当下有一个很热的词 就平常大家应该经常听到吧 就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所谓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看来其实就是更好的适应原生的趋势吧 所以原生背景下数据流转的挑战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的话 也就是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其实是一样的 或者说是类似的 那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它可能面临的问题或者挑战有哪些呢 我这里罗列了四个挑战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挑战是说中大型企业的业务的复杂性 多样性 它需要企业IT栽购 具备多云协谈的能力 这一点的话应该很好理解 那第二个挑战的话是说企业的内外部多场景的应用和业务的建设 当然难以跨越的信息孤岛 这一点呢其实是说就是说 你想在企业的内部的应用的通信的话 它可能有一套规范或者标准 这个是很容易制定出来或者说很好的执行 但是涉及到企业外或者说企业内外之间的数据交互的时候 那这种规则或者就每个企业它可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或者之类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对企业内外部通信的这种方式的话就会有一定的问题 甚至有可能就是说造成这种很难跨越的信息孤岛 那第三个挑战是说生产环境的数据 它无法高效的进入到IT系统或者大数据平台 这一点呢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的生产环境为了保证到安全性的要求 那我们往往会以其他的非生产环境进行隔离 所以就是说生产的数据要进入到IT系统或者说大数据平台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第四个挑战是说企业它需要一种新的IT架构来兼容 云院生的应用以过去的那些遗留的应用 就要做到那种兼容过去的一些传统的应用法 可能也要能适配到未来的一些新的应用 经过上面两个描述的话 我们可以来回答或者总结一下 云院生背景下它数据流程 会面临着一些可能存在问题 而这里的话我是简单画像图跟理解 然后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可能会面临着 因为我现在开发语言多样性 那系统每个系统它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需求 然后选择对应的开发语言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应用语言多样性 那系统与系统之间 它有考虑到效率或者什么之类的 应用程的协议的简单性 通信协议也可能会是各种各样的 那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通信协议的多样性 那第三个是说应用与应用之间 它们对事件的描述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文化发明的那种格式 那这里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事件数据格式的不统一 这也是系统之间交互可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那以上的话就是第一部分内容 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 比如说Apache Unmatch的架构 关于Apache Unmatch的架构的话 这里只说简单介绍 就是方便大家进入到第三部分的了解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架构图 对上层的话是API 也就是说是提供了揭入到Unmatch的一些不同语言的SDK 然后通过SDK揭入之后 下来是Unmatch的协议层 那协议层它支持了插件化 目前是支持了TCB HTB GIPC的协议 这个协议层进来之后它会有那种具体的插件 插件的话它会将事件格式转化成我们 页内比较通用的标准的Code Event格式 那么进入协议层转化之后 然后接下来这里有一个比如说这边有个可观测性的 比如说你Unmatch的事件的流转的过程中 如果需要追踪或者一些指标的一些采集上报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都是有在Match也有对应的模块 它是可观测性这一块 如果你想对接到具体的一些可观测性的一些组件之类的 比如说你要接入到Telemetry 或者说你要接入做中心NACOS ETCD这样的组件 那么你只需要实现对应这些组件的这种插件 你就可以将这样的数据对接起来 然后在可观测性这边介绍完之后 就是说在Match的内部的话 它还有一个Processor 这个Processor的话是一个比较重的能力 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过滤的功能 或者说一些按照一定的规则 对事件进行处理之类的计算之类的 都是在这个Processor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操作 然后这一块的话是编排 编排的话就是对事件的一些比如工作流 或者事件的一些路由 或者事件的一些Bluge 比如说通过Bluge的功能进行事件的转发 这一块的功能 这一块的话在目前在Match里面 它也是有这样的特性规划的 目前的社区也有开发同学正在跟进 而最下面的话是Connect层 Connect层的话是对接到事件存储 比如说在Match的内部 它提供了简单的API 然后Connect API 然后也提供了一些插件 Connect的插件它可以对接到具体的事件存储 比如说目前它有提供了对接Lock & Co的一些Connect的插件 那如果应用它想插入到CopCop Redis或者Masker之类的 那么一样的只需要遵循 InMatch的Connect API 来设计自己的插件 那么就可以对接到对应的事件存储 以上这些的话就是 InMatch的简单的架构 那关于InMatch的架构的话 这里有两个比较 比较值得 称赞的地方就是说 它的插件化架构 它使得扩展的话非常方便 那第二个的话 InMatch它做到了 应用与基础设施之间的捷偶 比如说原有的 比如说你的应用 它需要对接各种底层的基础设施的时候 你应用是需要集成各种底层设施的那种SDK的 那有了InMatch之后 你引入之后 那你对这些底层的基础设施的这种交互 你可以就完全可以下层到InMatch来做 那应用的话 它只需要关注跟InMatch之间的交互 也让应用的更加的轻量化 或者说它的记录门槛更加的低了一些 这就是InMatch的一些架构 这一块的简单介绍 第三部分的话 就是基础ApacheInMatch 来构建云原生数据流产平台 在这一块的话 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基础ApacheInMatch 来构建云原生数据流产平台的方案 然后以及ApacheInMatch 这个项目它做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能更好地支持 云原生数据的流转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DataMatch的设计 DataMatch设计的话 其实就是简单描述了我们 基础ApacheInMatch 来实现那个云原生数据的流转 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的 比如说最左边这个是数据源 通过Connector 将事件原生数据进入 这个InMatch 然后可以这里可以 左边可以落到Event Store里面 去持久化存储 然后通过这个Bridge 可以将这边的事件 消息 可以分发到 转发到右边的这个InMatch 这个InMatch也可以将这个事件进行 落到Event Store里面的存储里面去 然后再通过Connector可以将这个事件 分发路由到事件的目标 这个就是它DataMatch的设计 或者说它的对事件的流转的这么一个流程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图 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这个数据的流转来介绍 DataMatch里面几个比较重要的设计 第一个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InMatch 它的协议的插件化 这个的话它是实现了事件格式的标准化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最上方是说InMatch的Client 它指定协议的类型 然后InMatch的Run 10的话 它会根据扣端指定的协议类型 然后加载指定的协议插件 对这种事件格式转换成 业内通用的ColorEvent的格式 关于这个协议插件的话 这里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InMatch的话 它是提供了Protocol的API 也就是协议的API层 然后也提供了几个默认的插件实现 比如Client的OpenMessage 或者InMatch它自身自定义的 一个InMatch的Plugging 如果应用有其他的 比如说协议插件实现的外 那也可以基于InMatch的PlotoAPI 实现其他插件 然后在Code1应用通信的时候 指定这个协议的类型 为你实现的那个插件类型就可以了 然后经过这个协议的转换之后 转换的Client之后 InMatch它里面在下一层的话 就是通过InMatch的Connector 可以将这个事件消息持续化 存储到这个InMatch的Store里面 对这是这个关于协议插件化这一块的介绍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的话 是Connect的插件化设计 Connect的插件化设计的话 它也有一个Connect Type 它是标识Connect的插件的类型 它是在InMatch的启动的时候 在配置文件中指定 那InMatch的Run 10 它可以根据这个指定的类型去加载插件 插件集成对应那个存储的组件 SDK 通过这个 SDK 来和具体的事件存储进行交互 实现那种持久化 就比如说这张图里面 这个InMatch的Run 10 里面它定义了 有那种InMatch的Connect API 然后呢 具体的那个Connect的插件的话 只需要实现这个Connect API 比如说你想将这个事件 持久化到locking queue里面 那么你 基于这个Connect API 实现locking queue Connect plugin 然后在这个 plugin里面 你会集成locking queue的 SDK 来以具体的这个locking queue 辅端进行通信 或者交互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 将事件消息持久化到locking queue里面 谈到理 如果你想对接到不同的事件存储 比如说Redis 或者Kafka 那么你也只需要 去实现自己的Connect插件 然后就可以 可以集成到那个InMatch的Run 10里面 然后的话 就可以将扣端发过来的事件消息 持久化到对应的事件存储里面 这个 这块的话是Connect插件化的设计 Connect设计的好处的话 我们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很简单看出来 比如说左边 如果你没有Match的时候 你的应用需要 如果你同时需要跟locking queue CoverCoverRedis进行交互的时候 那么你的应用需要集成各种各样的SDK 那有了我们InMatch之后 你引入InMatch之后 有了Connect插件 那么你的应用的话 你只需要接入InMatch 然后由InMatch的插件来去跟这些具体的事件存储 或者一些具体的组件去进行交互 这样的话就是说 无论你想扩展什么样的事件存储 那么你只需要在InMatch里面去实现技术插件 就可以了 对应用而言 它不再需要去集成 底层的这些基础设施的这种SDK 应用只需要跟InMatch的交互就可以了 第三个很重要的设计就是InMatch的Bridge的设计 那Bridge的设计的话 这里画一张图就是简单的描述了一下 Match之间的数据流转的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的话就是在右边这个Match 有一个应用会发一个InMatchSubscribeRemote 就是一个订阅远程的指令 那这个Match它会将这个请求转发到 左边的这个地区1的Match 而且转发指令变成InMatchSubscribeLocal 这个指令 那这个指令呢 在这个Match里面 它会启动一个consumer去监听这边的事件消息 那这边监听好之后 然后这边的这个应用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左边这个Match 要用这个InMatch的publish 往指定的主题去发事件消息 发送完之后 这个Match会将这个事件消息 从这边存储到这个Emin Store里面 然后这个这里之前起那个监听 就会从这个Store里面 把这个事件消息给 消费或收下来 然后通过第五步 要用InMatchPublish这个接口 将这个事件消息 转发到这右边这个Match 然后这个Match呢 它会将这个 收到这个事件消息 也可以落到这边的事件存储里面 然后根据落存储的状态 来返回一个AC指令 给到左边的Match 然后左边的Match 根据这个AC状态来 对这一个事件消息进行AC 这个这一块的话就是Match之间 它的数据流转的实现方案 或者它的数据流转的过程 关于Match的Bluge的使用场景的话 这里有几个场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内部有在 就是确实存在的一个场景 而且我们正在做的东西 第一个场景的话 就是实现生产环境 以非生产环境之间的数据流转 比如说在我们内部我们想实现 生产环境跟UAT环境的数据流转 在左边这种方式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的应用多了 你的右边应用也很多的时候 那你都需要通信的时候 那在安全层面 它是不允许有这么多的 防火墙策略给到这些应用多开通的 这样的话存在安全性问题 非常的不可控 那么如果我们有引路Match之后 那通过Match在这两个环境之间 去构建数据的流转 那么它需要开通的这种 防火墙的策略之类的 在安全层面这种可控性 也会更高一点 因为它只需要去开通 Match之间的 那个策略 这些数量是很有限的 而且是非常可控的 那第二个场景的话是 通过Connect和Bluge 来实现跨世界存储的数据流转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左边的Lock compute的消息 你能不能经过Match 来存储到Redis里面 那这种跨世界存储的话 在我 通过Match是可以实现的 比如说你左边通过Connect 然后经过这个Match 然后经过这个Bluge 转发到右边的Match 这边这个Match 这边这个Match 它通过Redis的Connect插件 它就可以将这个消息转化成Redis 写入到Redis这个存储里面 这是通过Connect插件和Bluge 来实现跨世界存储的数据流转的场景 关于MatchBluge的这个机制 还有一个很重要点 就是说保证送达的机制 这个机制的话 比如说保证事件不丢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功能 所谓的保证送达的话 它的机制实现 无非就是在两个Match之间 加了一个手动Hack的那种机制 比如说这边 左边的Match 把事件Deliver 就是这个消息 把它转发给到右边的Match之后 这边的Match会将这个事件消息 在右边的EvenueStore里面存储之后 然后给一个反馈状态 根据这个存储的状态 来给到左边的Match一个AC 然后左边的根据这个AC 收到的AC才将这边 刚刚那个 从这个事件里面 取出的这个事件消息 才真正的AC掉 通过这样的一个手动AC的机制 来保证事件来不丢 关于Match来构建 就云烟生的背景下 那种数据的流转平台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Match也有实际的应用了 因为在华为云上面 它有基于这个Match来构建它的场景 其实就是实现了它数据流转 这个的话是 华为云上面 它的一个产品叫Event Grid 它是基于那个Match来实现的 它是作为Event Grid的运行时引擎 它实现了 比如说从LockingQ Kafka Parser或者Redis 这样的事件 原来的事件 经过Match之后 它可以让事件路由到传统应用 或者 或者云烟生应用 或者SaaS合作伙伴应用 它就实现了 在华为云上实现的 就是说传统应用 云烟生应用 和SaaS合作伙伴应用 之间的数据交互 或者说数据流转 这个是有一个真正的 真正实际的案例的 关于Event Grid的案例的话 我这边简单的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说 首先是一个订阅操作 就是通过Postman掉了一个HP接口 然后发起了一个远程订阅 订阅 订阅返回的结果是成功的 然后我们通过 LockenQ的控制台去查看 这个订阅的监听 是不是已经正常了 通过的控制台是可以看出来 这个我这个监听 是已经正常的起 起好了 那订阅操作已经做好之后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再 发送一个实验消息 那第三步的话 就调了Mesh的一个 Option的 网络指定的主题去发了一笔消息 然后发消息的话 根据它返回结果的话 也得知 就说发现是成功的 那第四步的话 我们再回到LockenQ的控制台 来看一下 发现这边有新消费的一笔消息 并且这笔消息的话 是有被成功act掉的 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 两个Mesh之间的数据的流转 它是已经成功的 以上就是一个简单的 案例的测试的一个过程 而接下来就是说第四个点 第四个点就是说 Mesh里面 Mesh里面第四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说 要再实现那个GMesh来实现 原原生的数据流转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事件的编排计算 它对于Mesh来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图的下方是说 有各种各样的事件源 然后会发送事件导演的Mesh 导演的Mesh 它可以去对这些事件进行编排 或者计算 比如说它可以去 将这些事件 做一些那种函数计算之类的 然后 也可以将这些事件 分发到一些比如说 告警平台 或者一些通知平台之类的 也可以将这些事件 录游到一些数据分析的一些场景里面 那么这个事件 所谓的事件 进入到Mesh内部的时候 它可以有一定的计算 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讲那个架构的时候 里面有个processor 可以做一定的过滤 或者做一定的计算 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做 然后再将这些处理过的 过滤过的事件 然后分发到需要这些事件的目标 这块的话是Mesh 它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就对我们原原生背景下数据流转的话 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需求 或者说很有用的一个功能 那以上的话是 关于基于阿华奇运动Mesh 来如何构建这个 原原生数据流转平台的一些设计方案 以及阿华奇运动Mesh 这个项目 对原生这个数据流转的过程 为了支持这种数据流转 它有一些很重要的设计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下面的话我们进入到第四部分内容 第四部分内容 就是阿华奇运动Mesh 未来的一些特性规划或者展望 这里也有一个未来的规划图 第一个的话是DelMesh DelMesh的话之前有一个概念图 设计图最简单介绍过 第二个的话是Event Functions 它主要是支持一些实时的事件处理 这块的特性 那OpenTelemetry就是一些可观测性这一块的 比如Chasing Rodging Matrix 主要是可观测性这一块的东西 那OpenSchema这一块的是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通讯协议层的 或者说一些在做序列化或序列化的时候 或者一些特性的或者插件的支持 那服务编排的话 一些路由啊 溯源或者一些事物的一次性补偿之类的一些特性 那接下来就是更多的支持更多的语言的SDK 支持更多的协议 比如说GPCMQTT之类的 那最后呢就是更多的事件存储的那种Space 比如说要支持更多的事件存储 那么我们就需要实现更多的事件存储的插件 以上就是未来的一些规划 如果大家对这些特性感兴趣的 或者说大家有对别的有别的那种业务场景需求 需要支持别的特性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Apache vmash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导 或者说贡献一下 看Vmash未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左边这个的话是我们Apache vmash的项目的get updates 然后右边的话是Vmash的小助手的微信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或者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可以随时来交流 有什么业务场景的需求 或者说有什么困惑的地方 或者说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找到小助手 来一起交流一下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